天气会变化,很强烈变化 所以很多感情去到极端,花好月月 过了8月15日后就不是好时机 慢慢有好机会退缴 即是黄叶乐,爱在心秋 通常说拜拜 都爱到,都爱到 但是说拜拜 所以其实另外一首歌可以提醒你 叫做分手总要在遇 这个很厉害 有时候我遇到一个人 很烹饭,很好的 终于我真的不喜欢他,想分手 分手有没有好时机的时机呢? 是否只是秋天冬天呢? 刚好,秋冬就会好一点 原来呢? 是时候分手了,老友 你跟谁说? 他们知道的 他们?很多人这样 你们闪眼了 搞笑… 原来湿度足够的话 我想孔子说吧 你50年也知道天命 虽然你还有10年… 不,还有20年 你不用帮我,我50年了 但我就到了 那翻风下雨呢? 小骨头呢? 没有,不过很累 是… 起床时节拍慢了 是 原来不只跟伴侶交谈、交涉、溝通 下雨是难捨难的 下雨天是流人天 即是基本上… 你知道,湿湿粒粒 是吗? 我也走不及了 所以基本上 慢、幽幼、多野嵩 水是代表智慧、思考 原来湿度是令人思考比较多 所以其实… 予施情愁 你也可以这么说 但是这个就是另计 但是基本上 月干燥、白干强烈的日头 其实令火更加旺 一般来说 除非两个都是冬天出生 缺乏阳光、缺乏安全感 是 那种感情迷系似乎是对的 但否则一般 我想是因缘、婚、因求婚 最好就是春天和中秋附近之前 还有湿度比较高 微雨也不怕 那如果是十五之间就最好 反而初一那些 就是月缺的时间 就尽量忍一下